ok nice 来一些比较快的东西 然后你们先看 不是要考试了的吗 让你们注意一下一个东西 就是你们进考场的时候 不是有分paper 如果你们是CHS的话 你们只有一个paper 可是如果你是别的学校 你就会有两个paper paper1 paper2 然后来 paper1你要考什么的 其实没有很难的 paper1就是objective 你的达到把他设 novel comsus 然后你的paper2就是作文 so今天focus东西 我会focuson作文 可是不是常作文 所以CHS不用担心 为什么不做常作文 只要我做一篇短作文 我就可以settle everything了 嗯 我就可以settle everything 可以啊 got it ok 要全题2 in 1 为什么 很难呢 很简单吧 来 嗯 所以你们是考paper 你们是考2 in 1 paper 所以今天你们for今天的seminar 很简单的 我只要动一个短作文 那些有考常作文的人 你也可以go ahead 然后你只考那种短短少少东西的 你也可以继续照走 因为goes focus on一样东西 你的句子不能够错 然后你的头脑要随时比别人快 ok 来去楼下 format我会不会跟你讲 我不会 因为没有必要跟你讲format吧 因为跟你讲了也浪费我的时间的 更浪费你的时间 来去楼下 format你自己看过啊 然后你来 你今天要做的 我跟你讲过吗 短作文 然后平时的学生你们知道的 一经版只要做任何的writing 我们只需要做一样东西 你要学狗叫 这样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学狗叫 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学狗叫 因为我们要找两样东西啊 sorry要找三样 短作文你可以少找一样 请问一下下 yes 詹姆没有错 请问你要学狗叫 叫什么咧 嗯 你要叫啥呢 我需要知道 叫什么呢 你要叫的时候 你要找出两样东西 记得找什么吗 两个东西而已 嗯 两个哦 不要忘记哦 你的T 你的KK 如果你忘了 我有点害怕 好像你看哦 你的这个短作文 对啦 只会喜欢你 果然都是女生比较利 来 这老师有点sexy 上来 so topic data country 可是那么好的东西就是 短作文是没有format的 嗯 长作文呢 就一定有啦 所以你们要注意 嗯 所以来 你这样出名吗 这是我班最出名的男生 来请问一下 嗯 在这整篇短文里面啊 我们最讨厌的是什么啊 嗯 就是你们分不出开头和结尾 当你开头结尾 你分不出的时候 你的意思你怎么写 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因为有时候你一分错 你老实就跟你们错了 可是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你错我 是因为你的头和尾巴 分不对 OK 嗯 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两个东西 topic gatter country 很明显 因为 只要你找对gatter country topic完全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这样我可以问各位小孩吗 请问 请问啊 我们的gatter country chiri chiri 是什么意思 我需要知道它的意思 意思很重要 请问 你懂吗 什么是chiri chiri 不要给我chara chara 我怕 OK 你知道为什么我怕吗 我真的是认真 担心你啊 嗯 来 只会 谢谢 很好 来 再来问问看 请问 嗯 chiri chiri叫特征吗 of course我会给你一些信用的 你不用担心 嗯 华语叫特征 英文叫characteristics 不难啊 所以我会给你国语的 你可能有一些字叫做 unsel aspect 或者是有时候 英文字 嗯 element 可是国语有element这个字啊 华语有另外一个意思的 叫做元素 嗯 到底啊 请问一下下 based on我们的topic Sepola Selamat 一个安全的学校 它到底有什么特征 对 到底有什么特征 一个安全的学校 到底特征在哪里呢 有权力零分 OK 来 请问一下 一个安全学校 特征到底在哪儿 嗯 我需要知道 它不难的 因为如果你找不到特征 我有点担心 就代表你平时 考试应该是乱来的 嗯 来 看到吗 开头要在哪里 嗯 OK 陈希先生 你的开头要在哪里 我们要找开头结尾嘛 对不对 请问 Sekola老师这么讲多dash的 讲多dash就代表 你要做的选择更夸张 嗯 为什么选择这样麻烦呢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如果你一分错 我们就拜拜了 嗯 分数就会被扣 对 选择 我们还有一些的 然后你再看啊 他第一个跟我讲学校 institution institution在英文就是 institution就是一个机构 然后你再看啊 我们很懂的 然后呀 这样也没有错 嗯 是有时候可以用啊 加益记得 然后你们自己看啊 他讲 Sekola是一个institution 然后 糟糕啊 老师 那个 这样我们要怎么办啊 那个是要放在开头啊 还是要放在那一个 呃 所谓的 一系的咧 怎么办 来 请问一下 你这一个应该放在一系 还是放在我们的 呃 那叫什么 呃 开头 还是放一系 这一个字 Ciri Ciri Sekola Selamat 他应该放哪儿了呢 我需要知道 放开头 放结尾 还是放 一定不会放结尾的嘛 对不对 所以谢谢指挥小孩 聪明 说他应该放开头 为什么呢 yes 家里对了 因为 我们应该怎么解 我不可能讲 Sekola Ela Semboa Institucy 然后就 full stop了的嘛 这样我的写什么 我也不懂啊 So Sekola Ela Semboa Institucy 然后 Yang Membo Niai 或者是Yang Sepatut Nia Membo Niai 你应该有 嗯 我觉得变得很好 累了啦 烂人 OK 来 so 你第一端 你就跟我讲 那我们of course 你懂啊 Sekola 就是其中一个 to让我们的那个 嗯 学校 有所谓的 安全特征的 OK 可以啊 然后你再看啊 呃 这样老师 我不要去 Essie先可以吗 可以 因为你要去 Bernudo先 呃 因为如果你Bernudo 门不出的话 就代表你等一下 可能你写Essie 要半天掉 请问一下下 我们的Bernudo 应该从哪一个字start 因为我一定懂的 一定是从这边N啊 这样我应该从哪里start 我的Bernudo呢 我需要知道 然后来 我已经没走开了你 来 OK 只会小孩 两个字啊 OK 可以 很好 没有错 嗯 来 其他小孩 有没有答案 等一下我会大概告诉你 到底Karangan Pandit 有什么Rules 你要去跟的 嗯 因为别的都没有什么Rules 要跟 OK Sharleen 对了 谢谢 嗯 全体领分的你 OK 士奇对了 谢谢 看到了吗 呃 女生都比较让我放心一点点啊 放心一点点 OK 所以从哪里start Sekola Selamat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只是跟我start 分定的嘛 对不对 很重要 但为什么东西很重要 你的Sekola Selamat很重要 重要for什么呢 Sosana yang Harmony 可是老师其实 你的最后那两个字啦 我是看不懂的哦 这样我问你们 请问一下下 什么叫做 Sharleen 嗯 嗯 我要懂 那这到底你们有没有哪一个孩子 你是可以懂的 什么叫做Sekola Selamat 我需要知道 陈亿很好 真乖 陈亿先生告诉我 老师我不知道 嗯 很好 果然不错 嗯 OK的吗 我不介意你不懂的 嗯 It's OK的 No worry 请问 真的没有人懂啊 Sekola Selamat 每个人都懂 他叫完成 可是Sekola Selamat 是什么呢 Sekola Selamat 嗯 就是来 Ready的 OK Ready 来 Yes 陈欣 谢谢 嗯 那我们再看看啊 老师叫我要讲 Start or考试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呢 有没有很难 没有的 因为 嗯 我们应该有三种老师 And我需要跟你讲 你们会有三种老师 就像在这个班啊 不管你是谁啊 你的老师是有哪几种呢 第一种 仔细一段的 And我很喜欢中老师的 仔细一段的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 这三个part啊 这三个part 有些老师很好人 三个 Combine在一份 你什么都不用分 只要你分对 怎么start 怎么结就够了 嗯 然后一些比较可爱的老师 他会要求你们写三段 就是开头 EC 然后结尾 比较可爱的老师呢 就会跟你有一堆的分类 分什么呢 你的EC 还要每段分 可是那个我要跟你讲 这种老师不多 嗯 这种老师 不多 OK 然后 这样也一定要写付啊 嗯 然后再来 Bengaralan 你只有一句 这是你要懂的 一个句子 然后EC 就有分两种 一个叫 Desurat 一个叫 Desurat 可是 你们要注意 很大可能是没有的 嗯 And then 为什么呢 老师 这么你这样子讲的 因为 当你写EC Desurat的时候 他就会过多了 嗯 就有太多字了 所以就没有必要咯 可以吗 So EC Desurat就 还好而已 这个是not a mask的 这是我需要提醒你的 So that你不会觉得 老师 我怎么办哦 你不用太怕你 So EC Desurat 在Karalan Bendit Not a mask 为什么哦 因为 50到80个字 可以吗 OK Clear 然后我们再去楼下 本路度的老师 本路度是什么啊 一个句子咯 老师不用写很长的 不咯 你以为你在写长作文咧 不是啊 你只在写短作文 短作文一句就好了 幸福人的 所以你们是 所以你们是 分度嘛 乎 你们也要很会写啊 嗯 因为乎 和我们的短作文的差别 在哪里 而乎 它比较长 就是要有 80到100个字 然后短作文 50到80 看到那个差别了吗 可以哦 来 继续下去 你们看看啊 楼下我要讲 START 老师 我其实不会START 你看 我们要START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过的 只要你START句词 你一定是有两个东西的 S加P 请问S加P是什么 嗯 请问S加P是什么 我需要知道 嗯 请问S加P是什么 OK OK 士奇很好 你们懂为什么文吗 因为 只有一些 嗯 认真喜欢国语的人呢 你才会认真回答 因为要不然 其他人会觉得 老师我那也懂哦 就句子咯 句子就应该有句子啦 你不懂没 这种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咯 嗯 OK 来 士奇对了 加以对了 三母对了 谢谢 所以你的S加P是什么呢 Subject加Predact 嗯 你有可能会觉得 老师怎么我要学这一些哦 孩子哦 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 问我为什么要学 这样也不如不要学 对不对 嗯 来到学就认真学 知道Subject是什么啊 有分几种的 WBP 为什么要认真告诉你 因为我们这个星期 不是做作文的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做作文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start from either人物 或者是东西 嗯 有时候是什么咧 我们的topic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硬硬要懂 什么叫WBP 很多人都会觉得 老师不用懂啊 懂了也没有用的啦 那是因为你不会用 嗯 那是因为你不会用 不是没有用 来 WBP是什么 它可以是wata 它可以是benda 它可以是percara that's why for我们今天的 这个短短作文啊 我们会怎么start呢 它很明显的 就是一定是start from Skola Skola是under什么 我们的tempat咯 which is underbender的咯 可以吗 so priority card这边一堆都是 古人员 所有的加以解释 加以解释这边要不要分出来 不需要 当你写作文的时候 不需要分太多 啊 不用浪费时间 所以你只要记得 一拿到考卷 你在考场做什么 make sure你找对topic 找对keyword 然后接下来 你start句子的时候 你subject不要用错 然后不可以用动词 start句子 that's all 你只要记得这几个rules啊 我管它出什么topic 你只要用心想一想 你就有答案了的 ok 来我们去楼下看看 so老师这个要讲start 他讲Skola 这样我要怎么start 就start fromSkola 因为你不可能start什么 你们不是很喜欢背作文的吗 sorry啦 如果你真的是要做那个东西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 你们就是那堆国语拿不到A的人 你是像背作文 你以为你用文化的字很厉害 对啦 晨曦 SPM就真的是拜拜 你们试下 问一下你们去年的senior 在学校的学霸 then为什么国语拿不到A 因为他们属于背作文的人 and在学校的成绩都不错的 其实很强哦 可是为什么就是国语拿不到A ok 因为Skola不是最近的 它是一个general topic 只要是学校 你都应该要有chiri chiri Skola Selama 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我版上做文 我不会给你本来的 wachana的 因为我们写的东西 就是facts啊 then为什么你要加这种时间点进去呢 除非你要跟我加一解释 哦在现在 otherwise的话是不需要的 ok so直接start 怎么start啊 是Skola Skola Yela Skola So what is you see 所以你要记得 只要你前面的step做对 我后面就会快 然后你就不用担心你不会 嗯 so你记得前面跟对 然后后面就不用反 So scola Yela Skola Skola Yela 就是应该 Mepunia Chiri Chiri Skola Skola OK就这样咯 一句高点 老师你这么没有加自己的point的 孩子 不是跟你讲了吗 这是短作文 你为啥要加自己的point呢 嗯 你吓到我咯 嗯 高点吗 你一定觉得老师很奇怪 老师这么你自己跟自己讲话 我 我在模拟我平时班上那些奇怪学生 会怎么样来问我问题 等下我才可以自问自答 要不然的话你们来不及 呃 太 然后你自己在那个screen面前 又累累这样子 嗯 诶 诚信 老师没有自闭啊 怕你们太多 OK OK So你记得啊 如果你是新人类 然后你记得要回答 嗯 不然的话 只有我一个人讲 你不会变 你不会变聪明的 嗯 记得我们是互相变聪明 哈 我里面我知道你就是那个 我班的男生都是有问题的 来 所以这个 老师下一步我也要不要写 除非他们认真讲 step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therwise 不需要哈 所以直接杀什么 可拉扎安 表示可拉扎安 过后呢 那个门不压意 要怎么办 我要不要加字哦 孩子 他都讲了 可拉扎安门不压意 你还要加字吗 不需要啊 嗯 可拉扎安 他需要有什么 嗯 他用有什么 但就不需要啦 OK 来 加一十八度 就是应该 嗯 OK应该 哦 还有啊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的 就是你们的作文啊 如果你们是一堆国语不强的人 我会跟你们讲要去读哥萨卡特 可是如果你们国语够强了 我们要train的就是想法而已 老师也句子不要有错 OK 所以加一你要train哥萨卡特啊 嗯 来 所以你看第二个 我要怎么start out老师 就直接杀from 可拉扎安哦 这样老师我要停在哪里哦 他讲可拉扎安 有那个control system啊 这样 老师我不懂我要stop在哪里 这样我问你们 我应该stop在哪里 他跟我讲了 可拉扎安 要有那个system 然后要stop哪里呢 啊请问一下 我不会哦 你们可以叫我嘛 嗯 我应该stop在哪里 还有啊 我要先讲啊 国语很害怕 combine句子的人啊 你们可以把句子拆开的 嗯 不用担心 可以拆句子 好像你看 现在一定会有点blurblur的 老师啊 我可不可以写哦 然后fullstop 然后ronda an kawasan 然后class 我应该stop在哪里呢 嘉宁跟我讲stop在 啊 bengawo 这样我要问你们 ronda an kawasan 到底 是谁去ronda的 嗯 现在你懂为什么 我要问你问题了吗 到底是谁去ronda的 我需要知道 嗯 还probe 你 ok来 嘉宁你看到你的答案了吗 你刚刚跟我讲 你stop在pengawo 然后你现在 你跟我讲ronda an kawasan 嗯 Charlie 哪一个呢 因为讲slama 答案一定是security咯 嗯 所以它就不会是group discipline 因为个人是去check学生的嘛 so如果是讲scola selamat的话 就会是谁 我们的pengawo 所以 yes 嘉宁 就是这样子 谢谢你 嗯 哎 嘉宁你 你同喜啊 ok 然后 你嘉宁给我什么 stop在pengawo fullstop 然后另外去 再start frompengawo 啊 就pengawo 就 它其实没有错了 就pengawo akan 然后d kawasan 就这样 嗯 然后是可以加东西的 me pengawo 这边可以加d 的 如果你 你句子有错 你是可以加的 对 然后陈欣 呃pengawo 是什么 security guard 简称 我要提醒一下 孩子们 pengawo 它叫guard ok 呃 华语叫什么了 忘记了 ok 然后另外一个 你们要小心的 pengawai 是officer officer 是官员 然后pengawo 叫什么了 嗯 就好像是管理 不懂什么 什么管理员的 之类的guard ok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们要注意哦 然后现在我们再看看 老师讲 start out 这样子的话 so你看 Kharajan 他讲他要有system kawasan 可是lamatan 对不对 然后这个system 是随区管的 因为你要解释 Yang di awasi 然后ole pengawo 然后这样也跟我讲 我们stop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 rondaan怎么办 然后就是pengawo Juga bolemmangadekan 然后老师怎么下一个不要的 又有class啦 又有pengawo 什么来的 你们有没有在你们的学校后面的那个notice board 有没有看到你们不是那个座位的吗 然后你们的座位 ttc是有话 你们可以去tc看一下 他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会画那些门啊 啊 是类的 然后画那种楼梯啊 然后跟你讲你要放哪一个方向的啊 是类的 这个叫做plan 这样你看哦 他跟我讲class有plan哦 是什么意思哦 谁应该准备的哦 这个plan for那个class 我需要知道 谁应该准备的 我需要知道 嗯 ok 谢谢 谢谢 这个很谢哦 ok来 结果很麻烦的 所以谢谢谢谢 嘉佑对了 啊 嘉佑对了 余轩对了 很好 一堆都是平时的孩子 来 所以你看谁应该准备 老师 所以就和我的guard不一样了 咯 所以我就会从这边 开始又在分咯 so我的class 然后有plan 呃 然后那个plan哦 这么有plan 老师这么这样奇怪的 这样我要怎么办哦 老师 嗯 我要接下去啊 还是我要 我要在这边stop哦 来 我要问一下 我应该接下去 还是在这边stop 嗯 我需要知道 我应该接下去啊 还是在这边stop 我需要知道 你觉得呢 嗯 你觉得呢 应该怎么办呢 嗯 嘉佑不是哦 余轩你讲要stop啊 嗯 紫辉 谢谢你 你是对的 嗯 来 以前你知道为什么不能stop吗 因为你的floor plan 是有show你 tempat berkumpul的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下去 我不能够stop在这边 嗯 这样老师我要怎么接哦 这个等下我们再写啦 因为很长啊 so yang melunjukkan tempat berkumpul apabila berlakunya kecemasan 嗯 当它发生 那个紧急状况的时候 那个 apabila berlaku 是 嗯 ter sirat来的 如果你讲你 考试想不到 你不写 ok吗 可以的 ok的 嗯 然后再来 老师这个呢 kawalan 来 哎 不好意思 这个有写错了 kawalan lalu lintas 写错字 Oh my god kawasan kawalan lalu lintas 这样这里怎么办哦 这里我要 我要 什么意思来的 什么叫 kawalan lalu lintas 嗯 什么是 kawalan lalu lintas 我需要知道 嗯 apabila maksud kawalan lalu lintas 我需要知道 apabila maksud kawalan lalu lintas 这个你们学校 你们应该比我更厉害 因为你们一定看得到的 嗯 嗯 呀 嘉莹这个算不算啊 呃 可以算啊 诶 可是很多学校 其实哦 他们前面都没有 zebra crossing的 你知道吗 我快下道一小的 有些是有天桥啦 也算没有zebra crossing 有些是因为 一个马路小 所以他们也没有 画那个zebra crossing的 嗯 所以他们就会有 一个guard在那边 mangawa 嗯 kawalan lalu lintas 其实是guard在做的 嗯 如果你给我讲 老师有红绿灯 那个是红绿灯 我就不用写出来啦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你的kawasan lalu lintas 所以你看到你们的答案吗 因为你要问这个 Tesla matanguri yes 只会谢谢 没错 呃 诶 这样你看啊 plan不是plan plan是那个座位的那个 plan是染肠啊 不一样啊 ok 只会谢谢 来 so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的 这个才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到 ok 然后我们再来接下去 老师有bangunan哦 bangunan就不是 lalu lintas 对不对 对 你对 所以你要记得 如果你看看现在啊 他跟我讲什么啊 老师 他跟我讲 有那个bangunan吗 叫我没有在bangunan过马路 对 so他就新的句子咯 所以我宁可你们在考场 花时间在那边想 我都不要你在考场 随便乱temper 我宁可你在楼上分好好 也好过你一边写一边想 然后在那边想 爸我要接 还是不要接咧 要还是不要咧 有用吗 还是没有用的吗 对不对 so那个用处在哪里 你before that就要做完它先 ok 然后再来 那bangunan skola那个alert 老师查了咯 我不会了咯 那个alert我不会咯 这样我问你们 一个学校 你看到alert 他suppose要有什么alert 我需要知道 嗯 他suppose要有什么alert 嗯 我需要懂 你们学校有什么alert as一个chiri chiri as一个skola selama的话 ok sorry 我不想笑的 对不起 很可爱 我的游戏跟我讲什么 permadan permadanan 你先 他叫permadan afi permadanan 你吓到我一下 permadanan 现在是我们的风景 啊 然后乌军兵更厉害 乌军兵要什么 他要cantin 然后他连cantin在国里 他都spel sport 懂cantin在国里 什么spel吗 can啊 还是哎呦 糟糕你 然后来 陈希对了 你们的fire extinguisher啊 叫什么呢 他叫permadan api ok alert permadan api 嗯 我先听你回来 ok got it so这一个 你就会加咯 alert 这些是有时候 我们需要到的东西 对 说这 啊 有些 老实习说这 alert permadan api ok 搞定 说下我们就一起写啊 楼下 三 二 一 我发现到今天 访问多人 很少人来上课 嗯 你们到底是有多么的 对自己有自信啊 哎呦 搞定 搞定啊 去楼下的啦 ok start so kerad 我会把它拆三段 可是其实我会把它变成一段的 如果我是那个考试的孩子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我拆断都没有影响 没没差 so 那一期又这样长 嗯 有些真怪 嗯 所以你看到 kerad 哦 提醒一下 来上课的人 你就最好现在不要玩手机哦 嗯 哦 有些好 可以的 我可以的 然后来 你最好现在不要玩手机哦 你最好对自己有交代哈 嗯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 然后来 sirkerad 应该要有什么呢 哦 这样我把你要你要快要写哦 记得 记得 嗯 哦 这样也没有没有 是因为我的zoom有问题刚才 我我一直进来 他一直keep我出去 然后我整个zoom down 然后我have to restart 嗯 然后现在你们看到没有 我的zoom很乱了 我有两个我 奇怪哦 Mingway system Kawalan Keslamatan 我都不懂我的video出来会长什么样子 以前是不是有两个老师 我觉得搞笑 哎呀他不给我 不给我进来 然后在那边start着很久 所以让你们久等了 so yang di awasi di awasi 谁咧 我们楼上写了吗 Ole 本阿wal 因为你不可能叫那个 security system哦 然后 让老师去看的嘛 你老师教书都不得空 我还要看你们呢 麻烦哦 OK 来 他是没有两个你 不要紧 一个你就够了 OK 好听吗 来 去楼下 楼下是做什么啊 楼下我们要写什么 哦 那个家里跟我讲的 那个Ronda案 谁去Ronda咧 我们的那个 看到吗 你们学校的 有很多东西做 得空的话 跟他阿邦阿邦一下 OK 不要给人家摆臭脸 你们 然后 如果你们给我讲 老师我可不可以 楼下Ronda案 我教你怎么可以 不用写他 so 这样他就不用加字了咯 因为他就是一个program来的嘛 然后另外你们跟我讲的嘛 学校老师 你的北哈斯科拉 需要prepare 而且那个floor plan啊 哦 你们的学校啊 如果没有记错 CHS的是 嗯 谁prepare的啊 你们的那个叫什么 呃 班长 嗯 可都挺简单 你要prepare的 可是学校会给你那个纸的 嗯 你们要继续 画出来了 你的班是哪一个 然后 接下来 你的class啊 然后 set up class 这个我随准备 我就不需要写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只是讲每一个class应该要有 so set up class perlue mbuniai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写的这个作文啊 全部都是perlue mbuniai harus怎么样怎么样 老师Sillo为什么这样子的 因为它是一个chiri chiri chiri chiri的特质就代表它要有 它必须要有 嗯 所以你会看到perlue harus 然后patut啊 之类的字 所以如果你跟我讲你国语要变厉害 你一定要很懂自己在做什么 而不是每天问我国语怎么变厉害 你问我是没有用 我跟你们讲过 是不会变厉害的 你只有做 然后了解 嗯 老师我就是不了解 等着哦 啊 都是这样的吗 你不会吃怎么饭 学吃饭哦 嗯 so perlue mbuniai perlan yang menunjukkan 那是 menunjukkan什么 等pat berkumpo 你看 一个正常孩子 他会stop在等pat berkumpo 他们就full stop了的 可是如果你是更厉害的人 你就知道 老师这么突然间 你要有一个等pat berkumpo的 是因为当它发生意外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 Otherwise我们需要吗 不需要啊 嗯 so yang menunjukkan 等pat berkumpo ok我用别的颜色字 给你看到啊 嗯 so securenya berlaku kerja masen ok emergency ok 然后再借下去 在哪里呢 哦 kawala lalu lintas 这个水药 有kawala lalu lintas 又是我们的 card 哇 这个 card 真的很麻烦哦 真的很累哦 so pengawal juga perlu mempunyai kawala lalu lintas 然后 untuk mengelakkan 这边他给了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加那个 呃 kata hubung就好了 so untuk做什么呢 mengelakkan berlaku呢 berlaku呢 如果 如果 你会讲 呢 所以 我可以 不要讲 berlaku呢 我先 mengelakkan kemalangan 可是 untuk mengelakkan kemalangan 你过后都会假的 mengelakkan kemalangan daripada berlaku prevent accident from happening 然后就会变成 比较一个complete的句子 或者是你跟我讲 老实际上我帮你帮我 可不可以 mengelakkan kemalangan lalu lintas可以吗 可以 你ok 你对 所以就你需要把 你看到吗 如果国语你要变厉害 我管你是在学 karangan bandit karangan banjong 还是任何的 本努力上 他的skill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不停的 做不一样的问题 then你的国语 一定进步很快 因为我们要的是这里 然后再接下去 Mangunan school 老实我要不要 加本来的wachana 这样子的话 你要加可以的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加 因为上面 它们都不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不会讲 我不可能学习下 那个什么 那个stupe class 然后我再 slide 2 这样很奇怪吧 然后我们就再加 然后现在又到学校 了啦 bangunan school so bukanku sanje 可是我是一个懒惰的小孩 只要我的句子没有错 我都不会加extra东西 因为我加extra的 我又没有extra分 我为什么要加呢 那么不可能学习 所以不可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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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unan school 如果你们有注意到你们学校 基本上每个楼梯口 每个楼梯口 都会有fire extinguisher的 如果你们有realize过 然后再来 那个就本都逗了 对不对 等一下我看不到 是什么 老师我要不要写 你要写的话是ok的 嗯是ok的 ok没差 so kassim bulanya skola selamat 老师那个本定 我中间要加东西吗 加一块来跑 skola selamat 如果你要加东西 你就加 你不要加它 你可以写skola selamat 本定 没有错的 因为他在巴士 真的是没有错 然后如果你觉得 老师很奇怪 我就我加啦 ok我加给你 ok so 迷茫本定 本都 也就是provide 嗯 是提供 provide ok 老师 为什么你写了 英文要写华语的 因为我真的有孩子 不会的 然后他们也 不好意思问我 然后我怎么办呢 我谢谢 ok 谢谢你 来 so untuk membekalkan suasana 为什么来到这个老师 就是without any accident 的 sabaram的意思是any 任何 然后tampal是without ok ok clear 嗯 搞定 完了我们就接下去的啦 能够在这边我都可以相信你们的discipline的对不对 I suppose你们可以的啦 很好 刚刚好 nice 考试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啊 要算字 嗯 考试时候你们要记得你们的还有一个工作 就是要算字 没有算字会扣分的哦 以前很好 谢谢 ok clear 有谁还没好吗 给你五秒钟 三 二 一 Yishan你怎么啦 呵呵 来 你的常作文 这个我还是会假装给你的 呃 只会 所有的那个dash的算一个字 嗯 来 记得 有几样东西啊 kater gander 就是有dash的啊 然后kater machmo 什么叫katermachmo 咧 好像那种 Ibu baba 然后啊 还有什么啊 那种碟子 jom 当然 啊 然后这种全部算一个字 嗯 可是老师如果我不会分katermachmo 我怎么办 给你一个一个算 嗯 katermachmo 就是我跟你们讲过的 两个字加起来变形意思的 嗯 then 他们就算 啊 以前 那那其实里面没有很多katermachmo 其实我们正常写说的是很少katermachmo 真的少的 然后怎么办呢 老师 这样我们就一个一个算咯 除了dash以外 还有这个 Bernanda 什么是tp 做作文的时候 我刚不是跟你们讲的 要写什么的 嗯 那个记得了吗 我不叫你们进班学小狗叫的 嗯 你们一定很想笑我老师 你杀你学小狗叫 你是小狗 你们不顺乏叫你们朋友小狗的 这样就一起学小狗叫 所以你的bark 你要bark 你要barkest or alan 嗯 好 晨熙我找你 你先很好 谢谢 然后你要做analysis 这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讲过了的啊 你除了来靠我以外 你要靠自己的 你每天要读很多extra的东西 要不然的话 你拿到一个作文 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写 就算你明白都好 but你没有content content从哪里来的 从reading的 而不是每次跟我讲 老师我背作文啊 很好 背作文能不能够100%出 他不能的吗 这样我为什么要背作文 what for 对不对 这样老师我为什么要做作文 你不做 你会神修的我 做不做 做啦 你有发现到吗 我们读 读extra问题 读extra material 然后做我们做国语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考场 with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的想法 ok吗 嗯 来 so你的k 这个我刚刚就有跟 这样讲的 如果你们的国语 不是很厉害的话 我们就要有kosa kata 也就是你的vocab 嗯 你的词汇要很多的话 我们每个月的书 不是有kosa kata的 请你们认真 把里面的kosa kata记起来 它足以让你整个 form one form two里面 学到google的字 for spm 嗯 然后你们不是每次很懒惰的 我们不是有准备空格的 就是我已经准备空格了的 任何的bosa kata 我都有准备空格给你填充了 所以就make sure you 你做多一个step 我做我的 你做你的ok 嗯 然后我们就会变聪明了 ok啊 and then you said 常作文不用算字 啊 只有短作文要算 然后你看到常作文的吗 就是不少过 就代表要多过180咯 多过180咯 多过180就代表可以不算字 嗯 可是我觉得嘞 你们的老师啦 我不懂为什么啦 他嘞 要你们算啦 对不对 如果你们realize 这样东西 我觉得你们老师真可爱 他要你们算 嗯 可是其实真正在考试里面 啊 等下等下 原来不会被扣分的 因为都不用算 啊 只有短作文 任何有limit的 才要算 只要他有跟你讲 maximum 你就要算 就这样而已咯 嗯 ok啊 所以每当你看到 有limitation的 全部跟他算 没有的话 就不用算 呃 常作文 今天我讲过 我们要赔做 而且TTC的三名呢 全部答案 已经provide完了的 请你不要过后 走来问我 嗯 老师答案在哪里 我已经放在notes里面了哦 请你不要来问我 答案在哪里哦 我连要你download都不用download哦 ok 嗯 我已经人自意尽了啊 然后这边有没有别的州的小孩 如果你们是from别的州 then你们的那个novel 我也放进去了 嗯 ok 我已经很好人了 如果你们拿老师有novel then你们拿他们的 ok 如果你们学校没有的话 你们才拿我的 嗯 可以呀 then 甚至你做money ok来 搞定 所以这边我没有让你做啊 只是我要提醒你一下 考试的时候拿到题目 我不是跟你们在板上讲过的 读题目的时候 游下往上读 不管你哪长作文 哪长作文短作文都好 requirement全部游下往上读 为什么 因为最后一句 永远是最重要的 嗯 最后一句永远是最重要 老师您懂的 因为你看他教你写sura 我只是教你看题目啊 我没有陪你做啊 嗯 游逊真好 我喜欢你 对了 你看啊 这三个作文啊 在我搬久了的人 你都懂 我一定不会做前面两题的 因为为什么 第一个是formatted writing 然后第三个 除了没有format以外 也会比较简单 嗯 游逊你最喜欢sunt 评本啊 评计很好 你自己一个人写character ok 所以你看 sura 我就 在最后一句我就懂啊 我就很明白 我的作文是有format的 那我在网上读咯 我的sura是属于什么sura then我要写什么 然后我是sertia 五十二 我要文语 是不是sura 就代表它是sura rasmi咯 它是公喊 老师这么牛懂的 哎呦 孩子 我的孩子呀 孩子 因为 对了 评计 为什么是sura rasmi 因为你要 你要做投诉 投诉就一定是formal letter ok 如果你有个讲 老师我还是不懂 我还是不能记得 怎么办 你会教化墙壁 画满你家的墙壁 你就懂的了 家长骂你的时候 你就讲 妈咪 我要 我要 我要记得这个字 继续被打 你就被打了 你不要跟我 不要跟你的家长讲 是老师教你做的 ok 搞定吗 你可以诚心理解你自己 来去楼下 三二一 第二题 他跟我讲什么 做sarahan 你看 我只要有下网上读 我可以立刻马上知道我要写什么 老师你都读好作文题目 你当然了 废话 难道你拿作文题目 你不读题目的吗 一定读啊 然后 只是我读的speak比你们快而已 嗯 我有没有背我的notes的 sorry啊 我是没有背notes的啦 然后你要记得 一拿到你的考卷 就要翻题目 requirement session 全部分好好 嗯 然后你一拿到题目 for常作文 由下网上读 requirement 一清二楚 ok 然后sarahan 哇老师要写演讲啊 是啊 你真撑你 然后题目一定是在这边的咯 settle 然后你的第三段 第三段 第三个题目 我更简单 老师 这种就是 就是代表 没有format ok吗 可以啊 嗯 对 以前没有做 第二题是写演讲稿 嗯 就是演讲稿 speech 因为英文孩子 对不对 你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老师 全部都是speech 哦 有什么差别哦 sarahan 是有比赛的 老师 你有懂的 你看到吗 孩子 看到了吗 sarahan 是有比赛 就代表 我的人物 一定要有hakim 老师 你这么将快 可以知道的 因为我习惯了 嗯 你们只有把国语 变成一个习惯 你才可以国语 拿很高分 对 所以国语 真的是不能够last minute last minute 只是适合那些 平时很厉害的人 嗯 来 是什么 我们的judge 呃 judge 叫什么 评审 嗯 ok 然后我们现在 他是全部都是 其实提系 我们已经差不多 做完你们的那些 呃 题目了的 嗯 因为你们 万兔比较 比较可爱 万兔的学生 是有分题目考试的 嗯 你们老师跟你讲 考到chapter g的 很可爱的 然后你就要懂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有分dema来教 嗯 可是dema 是dema 记得啊 我不是抄题目的哦 然后也不是操作文哦 我们只要懂哦 关系到这样子就好了 嗯 你学你的没有啊 ok啦 这样很好了 因为spm是没有跟dema的 嗯 spm 它可以出任何题目 嗯 任何题目 我的aim除了你们的wasa以外 最重要我的final aim是spm 嗯 spm 而且我要的是你一进到spm 在提下学生 你都是立刻马上给答案的 你是没有buffer period的 你是不能够懂 因为 你连老师都很急啊 对 所以你们要快 所以你要train ok 来 so 这个是讲什么呢 branan masyarakat咯 老师就这样罢了啦 KK branan masyarakat kosalamatan tepata 我们的topic咯 就这样而已啦 可以吗 so 答案全部在后面啊 答案全部在后面 嗯 settle啊 来 呃 teg you先 spm500个字 那不然为什么你们 每次觉得我在板上要写这样多 对 我如果现在不 不force你的话 你到spm 我才来force你啊 你更想打死我啊 所以就变成你们这个星期不行到手要断了的都是因为我们要准备而且你们要进房去了 所以准备哈 来 去了下 说这个记得哈 呃 后面答案给完了 我三种题目都有给 我是给完的 嗯 给完完的 来 clear啊 三 二 一 搞定 然后 爱与月的成绩你走开了你 来 你进paper one 孩子 你在paper one 我没有要陪你做paper one啊 今天 你知道的 如果我现在做paper one 我跟你讲我一个小时都不够用啊 一个小时都不够用啊 老师 为什么 为什么会一个小时不够用的 因为 我只要教你做完第一个part 只要你们刚刚的谈啊 Banek 有认真听 我的paper one 我可以跟你讲 我十五分钟可以解释完 对 因为我只要 就跟你这边 ok 来 所以体系讲求的是 效率 效率 ok 不是效啊 效率啊 efficiency啊 来 这个objective啊 我需要你们做一样东西 你回家 你跟我做完它 嗯 相信你 就看了你 so objective 我需要你回家做 为什么 因为你在我班上现在做 你一定是tenbar的 可是我又来不及跟你解释嘛 所以 我要你回家做 至少你在家的时候啊 你的部位的资 你有更多时间找意思 我宁可你前面花一点点时间找意思 我都不要你在考场的时候睡着了 然后tenbar ok 可以啊 TG先生也是 嗯 回家也是做完它 你们懂了 二月到五月的notes 只要我们有 跟Yuruma 功课啊 你都跟我做完它 因为我呢 是不是一个check check功课的老师 如果你觉得你要我帮你check功课 孩子们啊 你的责任感在哪里 对 我要求的是进我班你就有责任感 我不想 我不想当妈妈这样子来教你 ok 来 so 直接讲 好像啊 这样很好哦 这样你再做多一次 然后你看下哪一个月的啊 然后你去做啊 对比一下 嗯 ok 然后找看你能不能够对玩 嗯 然后 对啊 Yuruma 谢谢你知道 嗯 来 so这个 有做过吗 那个人好像看过 我是看过那个人的 ok来 如果这个有做过的话 你们做多一轮 然后记得找出那个原因 为什么是答案 嗯 ok 有些new two啊 来 这边 objective记得啊 回家做哈 然后来 你们下一个我要解释的是你们最 不是你们最讨厌的 是我最讨厌你们讨厌的东西 来 你的这个啊 14到17题啊 你们看到没有 他给你一个本妈哈曼 就是英文讲的comprehension 嗯 我也有两个part 他有分objective和subjective的 嗯 objective呢 讲真的啦 很难呢 你看题目回答 是有多难 而且还有选择 其实做选择最麻烦的就是 你们analyze错误 老师 什么叫analyze错误哦 我不懂耶 analyze错误就是 他们的答案很靠近 然后 对啦 有些些些 你理解错误 他其实不是因为你笨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纯粹因为 纯粹因为啊 你看错东西 对 不是因为你笨哦 是你看错啊 你是不小心哦 啊 所以你们要注意 镜头赏 所以主要把眼睛打开 题目不要读错 所有的objective都一样 嗯 尤其是你当你看那种 ktrally ktrally的啊 你这样很小心啊 然后再来 呃 去楼下 真的 你看 他的没有很难的 真的没有很难的 看到了吗 全部是 哎 尤其是你给我答案 这样可爱啊 你 直接回答 老师donkey 我都没有问答案 他给我donkey哦 可爱哦 果然是 习惯性在班上回答问题 是不是 老师 讲完了 直接拿答案 很好 回家做啊 尤其是你记得 答案给完了呢 然后现在我要进subjective 因为我其实害怕subjective 请问一下下 答到把他是subjective 才是我最怕的 老师你怕什么 怕你们哦 来请问一下下 你们看这里啊 嗯 他讲有三个Ager案说 请问你找到 克萨拉罕Ager案吗 对 我觉得很简单啊 你你觉得咧 来 这个是真的要你做的 因为是subjective 我不要做objective 可是我要做subjective 因为我要的是 立刻马上给答案的孩子 来 新人类也可以问啊 问不了你 新人类也可以回答 OK 总之总之 你不要blur 啊 不要blur啊 嗯 尤其是不要拿零分回家 零分不值得 OK 来 快点 subjective 三 二 一 找到答案吗 Ager案而已 有啊 孩子 有没有很难 我觉得很简单啊 你们找到吗 我找到啊 很好 谢谢 尤其是对了 很好 perfect OK 雨虫对 哎 我发生有两个雨虫了 OK 一个是雨虫 一个是雨虫 OK 只会对了 哎呀 嘉宁错了 嗯 然后 嘉宁那边就是来表现出来 OK 嘉宁对了 然后 春宣对了 谢谢 哎呀 事情那边没有错 因为它本身不是 呃 形容词 所以它可以放三个 in Wuhan 事情 OK啊 好像嘉宁也是 就是来收 嗯 这个 它没有错啊 对 被认为是 然后到底错哪了呢 嗯 哎 我有第二个雨虫哦 Oh my god OK 都对 谢谢 呃 我的另外一个 正常雨虫 你看来 Combination C就是Combination 就是来Combine 嗯 OK Combination 就是把它 嗯 Combine的话也叫什么 结合起来 啊 OK 来 看一看 考试讲回答 答案哦 啊 雨虫 c cannot see the unique OK 可是这个你要读 嗯 它pronounce as unique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 你的老师 要你们用 也就是 original的读音 就好像 科技 叫做 technology 不叫technology 嗯 他们从 呃 这这一年吧 这两年 他们抓比较紧 嗯 以前他们没有管你的 就这两年抓比较紧 但是你就把不给了你 来 so 答案怎么写呢 呃 你们的老师 应该会很严的 你要写错误 然后你要dash 然后写对的 我看 OK 很好 OK 然后第二个 traditional 然后你们啊 不要不小心把那个错误写成对的哈 啊 你老师就知道你没有认真学习 因为有些老师他们不接受你们发现而已 OK unique 就这样咯 嗯 这样你就有满三分 嗯 满满三分 可以啊 三 二 欸 欸 欸 叶晨熙 你觉得你换个 我就不懂你是叶晨熙 咩 What if you write the correct answer 呃 罢了 你的老师有可能会啊 把你改成零分 啊 零分 有这样子的老师的 因为同一间学校 嗯 可是不同班都会有不一样的requirement 所以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 每一种老师的要求 嗯 除非我又再多出一个奇怪老师要求咯 总之我一听到任何的 我analyze过 我会告诉你的 嗯 因为我不能够随便让你知道啊 嗯 要不然就不负责任啊 对不对 嗯 来 哇 老师这个是什么来的哦 啊 这个叫Bahasa Bahasa就代表 他可以是 test你任何的东西 你从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啊 到你今时今日的国语 it can test anything 嗯 所以你看 Paris is啊 那个word啊 你不知道meaning吗 so我们就要pump我们的kosa carta咯 所以听信每个月的notes 都会有一堆的kosa carta 所以make sure你们认真读啊 嗯 认真读 呃 除了认真去写以外 没有beta方法了的 please 嗯 来 世琪 哎呀 世琪你换错答案 嗯 世琪你再 在detail一点点 ok 哎呀 我的这个云轩 呃 第二个你对了啦 呃 第二个 可是第一个错了啦 啊 你换错答案 ok 只会对了 嗯 来我的这个 我的正常 尤其是哪 wada等于alat 它是一个tools来的 一个道具 一个工具 嗯 对了 世琪谢谢 你们知道错误在哪里吗 bader 你看他讲什么 internet 应该是什么呢 哎呀 家会换错 ok 尤其是你这个答案 对不对啊 如果你问我bagi的话啦 嗯 我不会 不是我不会 我不接受这个答案 啊 圣圈对了 谢谢 嗯 我的尤其是对了啊 为什么bagi我不接受 反而我接受 可怕的 因为bagi 是当我把一样东西 拿给你 and另外一个 真正的bagi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们当它是 untuk啦 它是for you 嗯 like 然后这个 kepader 它是什么呢 它是like 啊 alat嘛 是不是 然后是 for you 我应该怎么解释啊 嗯 kepader和untuk 我把它猜出来啊 这个bagi 比较是给他嘛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 这个pader 我们要换成 kepader 它是to you 嗯 而不是给你 for you 啊 so for的定义就是 你会 especially 是给你的 嗯 just towards one person 然后kepader的话呢 是to 这个的to是什么呢 大庭广众的 嗯 ok 就是like 一个大庭广众 大众的 ok 就是like 呃 对于 或者是给 可是你们不能写the hard up哦 因为the hard up是给感觉的 嗯 要注意啊 那我的 我的语学小孩 D不不是什么 培养 然后第二个你们反而很多人找到对的答案 嗯 然后 诶 士奇 你换错答案 好像你们看啊 呃 within人类 我们不用 Di Dalam 为什么yes 称奇对了 Di Dalam 是在里面 就好像yes 家会对了 好像现在 我给你看啊 这个Di Dalam ok 因为是在里面 你们看到的 可是如果我是讲 在我心里面 你看到我的心吗 你看不到 所以如果在我心里面 就是Di Dalam Hati Sayer 在我脑里面 Di Dalam Mindes Sayer 所以这就是咯 你在人群中 我有没有在你某个角落里面呢 没有吗 the same 他就是Di Dalam Di 我们要把每一题的objective 当做subjective来做 因为如果你把objective 当做subjective来做 我可以跟你讲 你是最最最最 最快有进步的 嗯 你总之不要把 那些objective啊 然后随便等吧 你一定会变很烂很烂的 要记得 然后有选的C C什么C 嗯 什么C 嗯 哪里有C 为啥我看不到呢 好像在哪里看过 很好 我觉得好像是啦 OK 这里的Beribahasa 我要问你们 嗯 OK 叶晨熙 零分了你 来 请问一下下 这两个人 一开始是这样子 结果是这样子 可以给我 答案吗 嗯 有些一定是一样的人啊 因为你一开始 抢钱 到最后你一起玩 一起玩 这样请问 这里Beribahasa是什么 嗯 就好像你们这样子啦 和家人一开始 呃 从就从就倒就倒就倒 到最后哇 又在一起了 嗯 又和好了 和好如初 对 那个一承熙啊 Memberly Creator Yang Baharu 很好 尤其是不要紧啊 forget了 来 有谁记得的吗 你和好如初 不要给我Beribahasa 什么了啊 零分的啊 有没有听过这个 那个鸡毛碎一地 到最后变成鸡毛烧的 那一个 嗯 Chari Chari Bulu Ayam 对了 有声 对了 OK 春轩 对了 没有错 嗯 Chari Bulu Ayam Lama Lama Berchan Tung Juga Ahyu Nia 也可以啊 就到最后 他也会 嗯 Ping 起来的 然后再来 春轩给我的这个 嗯 Baga Ayam Lama 就是你那个水啊 Ayam Lama 我不可能拿我的水 我不可能拿我的水 来秀你的 因为等一下 我要麻痹 Baga Ayam 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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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da Acampus 你们等一下 是不是 after class啊 你们去你们家的那个水喉 那个part啊 然后你做什么 你打开那个水啊 然后你 拿你的手 去搁他 搁他 搁他 请问那个水会不会断掉 他不会 never ever 对 就是雪浓于水 春轩你厉害 你要关掉那个part 是不是 伤心了 每天只会上我伤心的人 OK Got it 三 二 一 所以这边都可以 哦 不能写 安静 跟 kuching啊 不能写 separate 安静 跟 kuching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一界面就吵架 而已 可是这里的他有和好的 所以你们不可以写哦 嗯 and then 成熙你这么几天就开心 傻吗 你 三 二 一 去楼下了 啊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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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哦哦 老师 这个怎么办哦 这个我最不会做的 你看 你有没有方向 你们最喜欢 呃 跟我讲的答案 就是 老师 我不会 老师 我不会 这个 我不会 那个 我不会 每天都 我不会 让我伤心 呃 成熙你问我底圈畅 什么 底圈畅 是 嗯 嗯 我现在没有答我多不到给你看 嗯 ok 下次我拍video给你看了 ok 什么叫底圈畅 这老是傻 ok 三二一 来 you bad 你每天bad我哈 我都还要bad你 来 所以你看 我妈妈妈 老师 我不会啊 这个 每次哦 我都不会的 嗯 以前你知道为什么不懂没有 因为 练习做不够多 嗯 总之你在我班上 如果你跟我讲你很多东西不懂 纯粹因为 一个原因 练习做不够多 嗯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 我这一轮的考试 你们回家 把二月到五月的功课 跟我一次过做完它 这个是一个速成的东西 然后答案我给完了的嘛 然后你们是一个速成的东西来的 把everything挤在一个时间 然后你会立刻马上记完全部 可是我要讲啊 这一个方法 只能够for last minute 如果你是要一个 永久变聪明的小孩 你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你everything都要慢慢来 and then you make sure 你要记得 你一直practice 你才可以变强 你有看过哪一个医生啊 你有看过哪一个医生啊 明天要做手术 今天才来看那个patient的资料 不可能吗 你要forever知道那个patient then你才可以立刻马上给他动导 对不对 嗯 相信你走开了你 所以你要记得 有原因的 学国语就好像做医生这样子 it's the same thing yeah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嗯 所以你看老师 我不会这个 这个一堆班顿 我不会 孩子 你都还没有看题目 如果讲你不会 你们拿到题目 记得 你的第一个step是读题目 不是读班顿 你怎么让自己读班顿 读了你也不会这样 我怎么要读哎 对不对 老师这样就是不要读啊 没有 我讲读题目先 过后再回去班顿 有听吗 嗯 不要断章取义哦 来 去楼下看看 老师他有两个potty cut 这样就读两个 你们是不是可爱啊 你们 来 题目先 看到吗 人家问什么 based on第一和第二个 他要娘的干什么 他要我list down 就是我要去楼上找答案 到底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有什么 ok potty cut 可读我会陪你读 因为potty cut 可读我是考试 所以你找快就找到了了 我会陪你第一个potty cut 你们去第一个potty cut 我们看看啊 有看到了吗 人家讲一和二 你要导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 ok 来 我们现在是第一个potty cut 那个bandtun 你们最讨厌的东西 可是我们还是要会的吗 请问一下 这个bandtun alarm reminder 我先给你一个东西 每当考试如果出bandtun的时候 怎么办 你的 你们懂那个criteria的 所有的bandtun 前面两个和后面两个 是不一样的 ok 对啊 雨萱你做得很好 国语英文华语都是一样的 先看题目再看文章 因为题目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而不是我们迷茫的在读文章而已 如果华语我是会的 因为我喜欢读文章 国语其实我也会的 可是如果要快一定是读听用线的 然后来 所以你知道你们第一个叫什么吗 这样我顺便task一下你们啦 反正你们有些是很厉害的小孩嘛 对不对 我可以问一下 每当人家跟我们讲 他是bandtun的时候 他的first two line 他是什么 他的last two是什么 就是来first half 和second half 我们以前教过了 你记不记得 我觉得你不记得了 请问一下他叫什么 教过了的这个 yes 于轩谢谢 你很好 于轩谢谢 嗯 就算我 你没有在我班学过 你一定在学校学过的 你的老师不可能没有教 如果真的没有教 then sorry啦 你今天mix你学一学 我们叫 bombaya 然后第二个叫maksud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嗯 我都讲到老师 学校老师就很聪明啊 学校老师很厉害啊 你们知道吗 只是你们 不想学 你让他没有心思要教 你们试下去学校 和你学校老师切磋过鱼 他会很愿意教你的 对 不要看低学校老师 拜托 right 所以你看看 如果有班跟是这样子 这样我们答案就很明显哦 我们只会在 后面两个拿而已啦 对 我每次就是analyze 后面两个啦 所以就会make my life easier 然后他要我找什么 找daddy妈咪的责任 就代表我要去找找看 到底哪一句 是和daddy妈咪有关系 他们应该做什么 这样我就不会理题咯 这样我答案就一定对啊 我们看看ranked up 就是第一个stanza 就是第一段 嗯 他跟我讲什么 有没有讲到妈妈的责任是什么 嗯 我我没有要跟你解释所有的意思啊 因为那个suppose 你应该懂的 嗯 我只是要你看 到底他有没有跟我讲 daddy妈咪要做什么 有没有讲到责任 嗯 可是你都要不要快吗 那你可能现在explain 又不在上课 三明那就是要快 讲究速度 来 有吗 ok 雨萱谢谢 他没有 他只是讲 妈妈回来 你很开心 that's all 你要讲妈妈要做什么吗 no 嗯 yes 嘉宁谢谢 对 然后你再看 妈妈回来了 你担心 紧张的心情都拜拜了 有没有妈妈的责任 有没有爸爸的责任 很明显哦 yes 谢谢 你看 为什么我陪你做 你会做 为什么你自己做 你不会做 因为你不愿意 不是你不会 你不愿意 所以你记得 这个Semina 会replay的吗 对 叫家长陪你看 对 然后你就 厉害了 嗯 叫他一些 谢谢 对 有些你看 要找回啊 这个他没有讲 另外一句 他就讲你很开心而已 那怎么办 你再看 这个我解释 OK 我怕你要读不懂啊 这个是来很快 立刻 现在立刻马上 啊 已经尽早的 OK So 我的心很大 这边代表什么 不是我的心很大 OK 就是你开心 不干 就是 不是玩玩的 就代表是 真的 嗯 OK OK bukan kepala 它是 真的 代表 bukan main main 不是玩玩的 就等于 betul-betul 真的 OK 就好像如果你们的 啊 英文 就来 哦 not play-play 就代表是 serious 明白了吗 嗯 你先 bonda 是 ibu 妈妈 嗯 然后你再看 kita menyanyi adik-beradik sebarang menyanyi kita menyanyikan 你们再唱歌 继续唱了 没有讲爸 妈 糟糕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 bonda pulang 爸爸 不参拜 哇 妈妈回来 爸爸又回来 哇 全部回来了 我们很开心 然后又开心了 是一直开心哦 这样怎么办哦 没有哦 继续读哦 老师会不会到最后没有东西写的 你觉得咧 一定不可能的 陈希 你有的词啊 他有讲有的词咩 他有讲有的词咩 以前 阿朗 是什么 阿朗 有几个 这边呢 哎呀 有看错词 阿朗 阿朗是一个词来的 这个是 Bersania Bersania 他词是很开心吗 阿朗在这边是 多么 嗯 就是来 我有多么的开心 嗯 可是其实啊 呃 真正有一个 如果你们的国语够强了 阿朗有一个意思的 就是你在家里排第三 嗯 你在家里排第三 嗯 OK 陈希 那个叫阿朗 你吓死我了 陈希想还给我什么老师 那个叫阿朗 A-R-A-N-G 吓到我一下一声心 哎呦 这个阿朗可以是第三的 嗯 就是你在家里排第三 OK 喝潮 那是第一第二 第一你们不懂 第一你们懂的 苏龙 嗯 第一 第二你们可能不懂 叫 嗯 嗯 OK 然后 Bongsu是最小的 陈希 嗯 然后 Sorry啦 四五六七八 全部是跟号码啦 嗯 这个没有没有别的答案给你啊 Too bad了 对不起了 So 怎么办呢 老师 来 四五六七八 然后到最小的 我们叫Bongsu OK Bongsu 是last 嗯 四到infinity 全部是号码 嗯 可以啊 对 这有个四个 这四个为什么要让你懂 In case你们在 Bongsu Bongsu 你们不懂而已 嗯 有没有真的是 如果你要学国语 我跟你讲 学国也不能够只靠 读Tronter Karangan 读课本 你永远不会比别人强的 嗯 OK 先不要紧 现在你懂了 呃 为什么我会懂这样多这些字 是因为 呃 我喜欢看课外书 我其实不是读作文书 罢了的 我的作文书只有在我小学的 那六年 读作文书罢了 对 其余的都没有 以前 可不可以写 Anakdiga 可以 没有错的 嗯 Anakdua Anakdama 也OK的 只是这四个字 就是比较proper的咯 你在马来人的世界 就一定要会咯 嗯 OK 有时候他们就会叫 Gard咯 就是大姐 啊 然后 阿迪苏 啊 然后就会是 Bongsu 就是最小的 嗯 然后他们会叫 二姐叫 Tak ng Bong ng 啊 对 然后 第三他们叫 Lang 他把前面全部都抽掉 所以我们要很懂整个culture 你学国语 才没有这样难 That's why 有Malay friend的人 你会学国语 会比较容易上手 嗯 虽然大大把事 可能有些错啦 But至少 你的basic 是在那边的 你strong 嗯 所以不要介意 学国语 嗯 你会变聪明了 来 高点 So你看他跟我讲什么 他多么的开心 请问这边 有没有讲到 Deli妈咪的 Tang gong jawa 嗯 有吗 他跟我讲了吗 他们很开心吗 然后 Deli妈咪回来 你很开心 因为你有衣服 你有裤子 这样请问这边有没有讲到 任何Deli妈咪的 呃 那个叫什么 责任 他的responsibility 有吗 我要看你们能不能够 think out of the box 有 还是 没有 OK 来 指挥语 成家会有啊 告诉我 怎么样写 因为这边 你跟我讲有 就代表你 对了一半 嗯 Yes 余萱 没有错 你要manjaga什么 对 你要manjaga 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故意 呃 问你这个吗 因为这一个 我们不能够只是写 Yes 陈希 对了 谢谢 嗯 余萱 这个明天有词哦 Yes 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 Yes 余萱 没错 你要manjaga 可perlun 你要提供孩子的那些需求 这个是你的责任 manjaga 可perlun 安娜 这个就是那个重点 很多孩子就写 老师给他们衣服和裤子 这个是basic 有老师会给你零分的 你知道吗 啊 有老师是会给你零分的 所以你要的就是那种大的答案 就是一个big picture 就是你的big picture是什么呢 你提供孩子的那些 嗯 需求 the needs ok 然后你才写咯 sepreti selwa 等chelana 嗯 考试 chelana 呃 baju等chelana 考试你会不会被一个chelana影响 讲真的 不要被chelana影响 你只要有一个baju 你就懂 他到底要写什么 chelana你不懂不要写 我们就不要写 这样老师如果我全部都不懂耶 这样如果你真的是那么可怜啊 你那么的倒霉 then sorry啦 你就倒霉啦 如果你真的那么倒霉 你就继续倒霉吧 ok 那个我真是保护到你啊 ok 来 接下去 so 这边搞定了 我们继续 老师 jangan marah kami berpantun budak kecil biasa manja manja就是来 宠你 tanpet 嗯 这样请问最后一段 我又有没有答案呢 请问一下 最后一个 roundabout 有没有答案 嗯 他讲不要生气啦 我们给bantun不了吗 我们还小 所以我们就被宠子长大 ok 来 你先写bantun 嗯 我们再讲bantun 啊 不bantun 最后一句 你看到答案没有 都没有daddy妈咪 何来答案呢 所以你考试记得 阅读的speed 要够快 这样子的话 你一定不会出错 嗯 ok everything um always for a reason的 然后你们不要觉得 老师bantun 我不会 你看 又来咯 我不会 你读了没有 还没有 然后就我不会 这样你怎么变聪明呢 嗯 在我班 永远没有excuse 当你不会 永远都是因为你不想 啊 不是因为你不会 嗯 摆清楚那个状态哦 不是哦 嗯 有些我讲啊 来 接下去 这边只有一个答案 所以就是这样子 老师记得哈 你们回答问题的方法 全部是sentence form来的 一定是sentence form 不可以是point form point form 全部拿零分 提醒你 所以有时候不是因为你不会答案 而是因为你们写的方法不对 嗯 point form 全部零分 我需要提醒你啊 point form 全部零分 ok 记得哈 有听啊 你不要跟我有听没名啊 全部一定是 哎呀 要扔到 相信 就代表你看 我们写第一个啦 第二个你们自己会这样写答案 ok 答案在后面嘛 嗯 啊 以前这样ok啊 嗯 好像这边你看 你会写 嗯 所以 嗯 像 那么 不怕 terhadap anak-anak 然后 termasuklah 是不是要分开了老师 你没有错 是要分开 因为 bahan pertama和 bahan kedua kita tak要是不一样的 so termasuklah membekalkan keperluan anak-anak 如果你跟我讲老师 我要不要写重头 你要写我写给你 seperti 你要写 也可以 可是 然后你再继续 就这样而已 好 是什么你的笔大写的 因为听不给我大写 不然早就是小写了 嗯 but I can do 然后 然后就写答案 就这样而已 一定是要 我这班有没有写 小孩是我写什么 你写什么 我不写你不写的 就我讲的你也不写 这个一定是要 一个complete sentence 是一定会有subject pradicate的 所以就算你做这种 bamahman comprehension 你的句子也是要有complete的 嗯 一定是complete sentence 不可能来只有point form ok 嗯 然后再来 这边第二个 他是做什么 你看 人家都讲了咯 我的答案从哪里拿 从particle拿 我要自己想 不用啊 所以为什么你们 在考卷的时候 你们不回答 你们是没有看题目啊 还是你们眼睛坏掉了 对 永远记得 敢敢问 敢敢 不是敢敢问 敢敢答 要去找 找什么老师 嗯 家瑜我知道 哎 我不知道 sorry 因为别帮助还没有放 哎 所以来 请问一下下 你看啊 他问为什么 所以我们就去找咯 找终点咯 为什么那个 pegawai 去哪里找 bahan kedua 就这样而已啊 对 搞定 然后搞定了 我们就去楼下 这第二个的requirement 全部一定是sentence form的 ok 然后再接下去 第三个 sekirania anda se orang anda se orang ibu bapa bagaimanaka chara anda 孩子 不是孩子 老师 这是什么 kei bat kei bat 就代表什么咯 嗯 哎 Elise 上面 嗯 所以你看 我其实 for最后一题 才是我怕的 嗯 最后一题 才是我怕的 他讲什么呢 呃 sekirania anda se orang ibu bapa 就代表 你的答案 不能够写kita 不能够写kami ok Elise 谢谢 嗯 来 澄清 braina 我也懂要braina 可是你们的答案 你要记得 你怎么start回答 那个 我不担心的 我担心的 我担心的 我担心你答错 then你要怎么start sekirania saya 那个才是重点 se orangibu atau bapa saya aku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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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就要那个重点 回答方式要正确 可以吗 然后 老师四分 我怎么办哦 四分呢 我暂时 嗯 有三种老师 第一种 我们要写下那个老师 老师总力很重要啊 我吓到 第一种老师 两个point 这是大众啊 大众 加两个hurian 第二种老师 四个ec罢了 不用hurian ok 第三种老师 比较可爱 可是我不担 众老师 我不担 真的不多 我加了这样久 可能 每一次 只有一个 一个老师是这样子 一两个maximum 嗯 然后第三种是 三个ec 加三个hurian 然后他给你什么 你知道吗 他给你三分 然后加一分 blah se 这个是比较可爱的老师 为什么他是这样子 sorry啊 我也是不懂 为什么他这样子啦 啊 我不明白 为什么在这边 要放个blah se分数 嗯 在karangal 我可以了解 可是在这边 我真的是不明白 嗯 ok 可以啊 来 去楼下 三 二 一 完了吗 at least ok 嗯 然后你们去楼下的时候 楼下是啥呢 嗯 以前讲的是one plus two but not three ok 那你就跟他 嗯 ok 我们有很多老师 其实不用担心 然后来 novel novel不是最后 可是novel记得 读notes就够了 嗯 然后他一样的东西咯 他叫你写什么 你就写什么 重点来了 novel的名字 一定要在 嗯 novel名字 一定要在啊 怎么写哦 老师 novel 这句呢 是没有分的啦 我要讲 嗯 可以啦 一声谢谢 耶拉 名字 然后 caria 谁谁谁 caria的意思是作品啊 我们这个星期有学过的 ok caria是作品 嗯 星期 要到了 嗯 要到了 要好了 嗯 ok 完成 完了 settle 完了过后 我们现在会进楼下 嗯 嗯 士奇 那些意思是要背的 嗯 除非他跟你讲 他出其中一个 呃 答案 要你写example 啊 ok 不然的话 全部是要记的 所以记什么呢 break is the word和wata 最容易图读novel的方法 就是啊 记人物 还有记storyline 这两个就足以 让你纵横天下 这两个就足以让你回答任何题目 所以不要跟我讲 老师 我不会novel 我不会背 谁叫你背 你要读那个storyline 还有他的那个 呃 wata 对 anything else 我要读背 没有啊 你是要懂怎么写而已 对 所以记得回家跟我做完这个练习啊 complete掉它啊 对 平时我们班上的你给我做完它 我都讲了哦 做完二月到五月的notes 再加samina 可以进考场了咯 嗯 ok got it 然后来 你的这个 来了 这个回家做练习就好了 嗯 Rumusan 和 我只是要讲啊 Rumusan和Ringkasan 呃 雨萱不能 嗯 不能啊 你傻买 来我只是要讲啊 Ringkasan和Ringkasan的差别是什么 Ringkasan 没有开头结尾 Ringkasan 有开头结尾 这样而已 嗯 这样而已 ok clear 所以 呃这个 Bahagian 你们只需要做练习 你就可以进考场了 嗯 所以没有太多的东西要你背 国语 你看我从刚才教到现在 有东西要背没有出了novel 没有 Nothing Everything 是靠你 on the spot 还有你平时所累计的那些idea 完全没有要你背的意思的 国语是一个快简单的题目 快简单的paper 只是你要 prepand yourself from day one 你开始学国语 ok got it 可以啊 settle so 完了 所以记得回家做完它 答案全部在后面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进考场了的了 嗯 没有东西要特别准备 除了读novel ok settle done 完了的人 你就可以leave meeting了 ok 完了完了 谢谢你们了 再见了 记得做完功课哦 不要忘记哦 再见再见 拜拜